温柔的掌心 揉至麵團再秤重切塊 中間包花生餡料 這就是澎湖古早味小吃炸澡 外觀搓成像湯圓一樣 Size比湯圓大上一倍 之前真的失敗很多次 而且有時候還會 不小心又炸壞 炸澡要好吃 關鍵就在於火候拿捏 光是這步驟就得花半年時間練習 火候的話你就是 真的要靠經驗 你要靠經驗 而且你在下油鍋的那個時候 要有膽識 對 因為如果你怕油噴上來的話 你永遠那一盤炸澡就下不完 炸澡就像台灣的芝麻球或QQ蛋 而澎湖的炸澡 裡面包花生 紅豆 綠豆 不只是小吃點心 更具有獨特意義 是澎湖男生發喜鐵石 必備給親友的回禮 鎮宇的數量還得看血緣 或交情濃厚而有所差異 因此有了句當地諦語 假記著你你喝 應該是原本就是 他們是包澡泥 所以才叫炸澡 那我們澎湖啊 盛產花生 所以當這個東西到我們澎湖了之後 我們就把鮮料改成花生 她是這家餅店的二代新婉儀 從小喜歡烹飪 大學就讀高雄參旅學院烘焙系 畢業後父母親為了不讓她太辛苦 說服她去考公務人員 但就在六年前父親中風倒下 全家人也因此亂了腳步 我很猶豫喔 我在想說要不然我去當西餐學徒好了 因為我回來會很恐慌 我會想說不知道該怎麼開始 然後我朋友很好心 他就帶我去拜拜 他帶我去求籤 求了一支籤 他說就叫我回來 一定會有人可以 一定會有貴人可以幫忙 新婉儀也不想爸爸味道失傳 決定接下重擔 只是父親突如其來生病 沒有爸爸傳授廚藝 一切只能從零開始 味道的話就是要拜託媽媽 媽媽就是 媽媽雖然不會煮 還是她會吃 然後還有鄰居 我們這些老鄰居們 他們都會 我就會拿去提起他們 我幫我吃吃看 是不是爸爸的味道 失敗無數次 堅決不放棄 也讓她終於做出父親的味道 新婉儀現在天還沒亮 就開始做炸澡 趕在六點前 送到傳統菜市場給批發商 我說我要放棄了 那這個東西就真的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再怎麼困難 我會說沒關係我們再來 再做看看 再試看看 除了炸澡還有傳統米香 把米炸過之後另一頭煮糖 再把芝麻花生橘子皮 以及米香一起攪拌 菱形的米香是澎湖婚嫁禮俗中 必備的美食 在歸寧夜時 由女方準備米香 讓男方送給親友當回禮 有別傳統米香 多了橘子皮以及芝麻 香氣膠汁飄著濃濃 古早味 比較需要功夫的是煮糖 煮糖的話就是要靠經驗去判斷 它你的糖是 糖的脆度這樣 我們煮到 煮不夠脆 吃起來就黏牙 費盡心思 重現父親的手藝 全程獨特的古老飲食文化 要炸澡米香 繼續成為澎湖人 記憶深處的幸福回憶 準備好餐 準備好嗎 可以 去嗎